你见过最抠门的男生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节目的男主人龚小凯 绝对能带你走向一个新的抠门世界 因为他为了吃饭能免担 竟让女友喝下苍蝇汤 有没有苍蝇 有苍蝇啊 有事有苍蝇 当时我也没觉得有什么 我上汤之前我又发现了 就我醉了 有苍蝇你还喝呀 有苍蝇你还要喝呀 我没什么呀 一个苍蝇而已 到时候你说 不要给你免的那个粘子 还给你上个果盘 你不就涂那点饭钱吗 你不就为了让他给你免的那个粘子吗 场上盈盈的一番暴力 让众人忍不住哄堂大叫 毕竟如此奇葩的行为 常人绝对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赵川老师还是忍不住问住 埋藏他心里的那个问题 我当时要 你确定苍蝇不是你犯吧 不是不是 那个苍蝇本来就有的 你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你喝的不恶心的 他看见了他让我喝 本来一个苍蝇而已 我就不会有什么呀 我觉得我就不知道 钱到底重要还是我重要 当然是你重要了呀 我重要你还让我喝 小凯的一番话 让人不免胃力有些翻诱 毕竟苍蝇没有多恶心人 但是小凯的这种 明知汤有问题 还让盈盈喝的行为 才最让人恶心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盈盈接下来的工作 才让众人恨不得笑掉大牙 原来盈盈与小凯 已经恋爱了两年之久 但是最近 男友不占便宜 就觉得吃亏的行为 实在是让他厌倦之际 很小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去超市逛个街 都是敢饭点带我去 一进超市你开始试吃 不能吃的和能吃的 你都要抓起来吃 我为什么不能吃 本来人家让试吃 我就可以吃啊 先生这个东西不能试吃 你还给人家吵吵起来 你不让我吃 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好不好吃啊 本来不就是吗 不好吃我肯定不买啊 那你为什么让福尔给你撑金呢 不给我撑金我怎么买 说到男友每次在超市 理直气壮蹭吃蹭喝的行为 盈盈就觉得丢脸 可是小凯却觉得 超市既然开了实施 那么自己就应该利用好这个资源 为家里尽量省粮食 看到这里 小编不免觉得 虽然古话说的好人要脸书要皮 但是这个中华美德 小凯却从未记在心上 因为即便女友控作她撑完不满 她也是有她自己的理由可以解释的 我不是后面吃件是不好吃 所以我才把那个东西扔掉了 我就是为了多省一点啊 为了以后给她过点更好的日子 为了女友能够过上好日子 这句话 似乎能够表明小凯是个会疼媳妇的人 而这也在侧方面的表明了 她这么省吃俭用都是为了女友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之前小凯未免得让女友和苍蝇汤一事 她又怎么解释呢 难不成苍蝇肉也是肉 那汤能给盈盈大补吗 显然是不能的嘛 于是盈盈在听了男友的这番推辞之后 便直接一个白眼过去了 并且就此盈盈还表示道 她在平常的生活中 只见到了男友的抠门时刻 并没有见到男友有过任何大方的行为 那么盈盈此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你说我朋友都见过你 都说你穿衣服讲究 说你 那我也给你增光了 我没给你丢了 总说你不知道 你知道她衣服怎么来的吗 她每次就光天买件衣服 穿两天风光了 她找人家扶标 挑各种毛病 你找人家扶标就换 人家扶标给她换完之后 她再穿两天 再去找小毛病 再去找人家扶标就换 面对众人疑问的表情 盈盈便叙叙叙叨叨地 对众人讲起了男友买衣服的方法 然而听到这里 小凯却解释说的 再说人家那个商场就说了 那个商场说了 三十天包退换 我不喜欢我当然要换了 难道我都放在家里面 多浪费啊 那有你那样不停换会换的吗 那衣服我不喜欢了 肯定我当然要或许换 那个商场都说了 小凯的这番言辞 说的是理智气壮 然而小编却觉得 小凯的行为 其实并不是盈盈口中 简简单单的抠门问题 而是已经上升到欺诈行为了 可是盈盈好似并未觉得这么严重 然而她在听闻男友的狡辩之后 却躲不掉的显然更加气愤和害臊 原来盈盈在刚与小凯恋爱的时候 其实并不知道男友竟是个这样的人 并且当时的她和自己的闺蜜一样 都觉得小凯是个利落的人 可是直到有一次 她和男友一起去逛街 而商场众人对他们的态度 有了明显差异之后 她才明白男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有一次我俩去逛街 还没有进店门 就被店长人轰出来了 结果我才知道 她就是来回不停地换来换去 就是现在这个店 基本可能在你们当地 她已经是上了黑衣丹的人了 那也不是那个当地 那就那个商场 那么多商场 咱不可以去别的商场 那么多家 再说咱不带商场买 你把整个楼层的男装店 你全都得罪了 把整个楼层的男装店得罪了 这究竟是个什么能力 这脸皮又究竟得多厚呢 怪不得盈盈觉得害臊呢 然而小凯却辩解说道 只有这个商场是这样的态度 别的地方绝对不会这样对的 可是盈盈对于此话显然不愿相信 于是小凯在看到了女友的这个态度之后 便说出来 如果女友觉得不好意思 怕再遇见这样的事 那么以后也可以在淘宝上买的话语 这句话一出 只让小编惊呼好家伙 这是霍霍不成实体服装店 开始霍霍淘宝店了 然而盈盈听到淘宝店这三个字之后 却显得更是无语 难不成小凯在淘宝上 也有一段光辉历史呢 他还有脸和淘宝 你知道他的淘宝怎么买衣服吗 插单包装就开始找这些小毛病 那谁买衣服要 他找不见小毛病 他还故意给他制造小毛病 给人家客服发过去 比方说这个鞋 本来就没有毛病挺好的 他就给人家拍张照片 完了故意往上面加点污点 给人家客服发过去 让客服给他赔钱 客服如果不给他赔 他就给人家闹一天 完了以后闹完之后 人家客服实在把他没有办法了 给他赔个十块八块 能不能够一天 那特别高兴 盈盈的一番控诉 直让众人惊呼 然而小编再次提醒一下 这种方法千万不要消防 毕竟这种事情 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能上升到欺诈了 然而小凯却觉得钱 就是一块一块省下来的 而那十块八块的 对于他来说更是巨坏 更何况 自己省下来的也没有给自己花 而是都给女友了 他不明白女友为何 还要这么控诉自己 然而盈盈听闻此话之后 却表示不乐意了 你还给我买吃的买喝的 我给你逛街那么累的时候 我要去星巴克喝杯咖啡 你都不带我去 星巴克那么贵 你非得也要带我去 什么卖咖啡的地方去喝 那卖咖啡能续杯啊 确能续杯 两个人点一杯咖啡喝 那两个人他可以续杯 干嘛要买两杯啊 那不是费钱吗 他每次去吃素食餐 他背个双肩背包 然后里面装个医生大水杯 再搭两个塑膠袋 等我俩快吃完的时候 看见服务员不在 他就过去倒饮料 装肉装菜之类的 甚至有时候他把调料 都再往家里拿 胡椒买辣椒粉 这些都要拿 家里面这些 从来没有花钱买过 盈盈表示 男友喝咖啡许杯 吃自助餐自带杯子 偷惯饮料装菜的行为 特别让他丢脸 可是小凯却觉得 自己做这些并没有什么问题 并且有种不拿白不拿的想法 小凯的这些行为 不得不说真是抠门到极限了 可自助餐本就有协议不让偷拿 他的这个行为是否犯法了呢 而盈盈又是从何时开始 发现男友的这些抠门行为的呢 就半年以后就开始发现了 那你还坚持了这么久啊 我觉得我可以把他的毛病 都改造了 你是想改造好他 对 我想改造他 可是到今天 我实在是改造不了他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最自以为是的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 也为一个人生活20多年的习惯 怎么可能会为你短暂 出现的一段时间而改变呢 然而小凯这样对朋友 又是什么样呢 他跟朋友在一起 他还算一个小聪明 又算计别人 甚至有时候 我们吃个饭什么的 他想办法设法 躲这个负账 面对赵川老师的疑问 盈盈无奈地说出了 男友躲付钱的事情 可是小凯对此却认为 两个人吃饭 一个人付钱 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的 况且他在外躲付钱 也很不容易 那么小凯又有多不容易呢 大大康庆吃饭 你躲那个饭钱 有必要吗你觉得 怎么没必要呢 哎呦 看到这里小编不得不插一句 盈盈快跑吧 毕竟这一会儿 小编的脑子里 已经全是省省省这三个字的 可是除了吃饭一事 盈盈似乎还有话要说 你说朋友在你吃个饭 你抠就算 你打个电话你还要抠 他给他朋友打电话是怎么打的 想着医生就挂了 反正让他朋友再给他回过来 他不用回过来 结果他还给他朋友说 你干嘛去了 怎么半天不接我电话呀 好家伙 这打个电话能要花费多少钱 有必要那么省吗 还有这小凯不仅抠门 怎么还学会到打一耙了呢 那么小凯除了算计自己算计朋友 对盈盈又怎么样呢 她不是一直在说自己这么生的原因 都是为了女友吗 工资卡都是我拿的 她身上也没有什么钱 我一个月就给他200块零花钱 我觉得不够 然后说你兵完了你再问我要 从来没有要过 然后就特别奇怪 有一次就是我们家有辆车 要去保养 保养的时候 孩子问我们要500块钱 当时我也不懂这个保养车 是怎么回事 我就给他了 所以有一次我和朋友逛街去了 逛着逛着 然后朋友聊起来说 你家那个车保养 连二长汉都用不了 当时我觉得我被骗了 我说这么亲的人他能这样去骗 要不是用手段去骗我 提起男友骗自己的事 盈盈就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盈盈并不是那种 克扣男友钱财的人 并且她也不是不心疼男友 可是当她知道男友竟为了要钱 骗自己的事 她就难受 可是对此 小凯却是直呼冤枉 我当时我觉得我特别失望 我一个大男人连个钱都没有 我总不能 啥都没给你 你没有钱你不至于骗吗 你可以问我要对吗 我要 我怎么给你浪漫 怎么给你惊喜 面对女友的控制 小凯似乎有百般的辩解 然而盈盈在乎的却是男友的真诚 而不是欺骗 更何况让她最为难以忍受的是 男友竟也为抠门 还害了自己的家人 你上回买淘宝那个事 就是我妈一直用的一个护博品 特别好用 完了以后 网上搞活动呢 正好这个秒杀价是个700多 我让她帮我看着点 那天我有事 我说我要送给我妈 她都是看着 买回去没两天 我妈用的脸就过敏 就烂了 那是卖家的问题 跟她没关系 当时我也没觉得是她的问题 我还特别着急 我说你赶紧跟我联系下客户 迟迟她就不去联系 她一直不进来 我就觉得 这不是她的作风呀 结果我一向她把号一看 根本就不知道你家买的 盈盈表示 当自己知道男友竟背着自己 给自己母亲 买了烂脸的护博品之后 她简直犹如雷轰点 毕竟那是自己的妈妈 不是别人 所以自己对这事就额外的生气 然而小凯却好似没有感受到一样 继续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那天我去买那个化妆品 结果我看见她家那么贵 旁边一家有个特别便宜 一样的牌子 那我直接就买那个便宜的了 一分单一分货 你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个东西会给你妈带来 这么大的伤害啊 那你说我妈什么样 干了怎么办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当时我也不是故意啊 你以为觉得是钱 当时在什么事中解决什么 小凯的一番话 说的是没脸没痞 没心没肺 那可是丈母娘的脸呢 用在丈母娘脸上的东西 她都敢这么扣门 那么她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而盈盈能忍这么久 也是非常难得了 而此时在座的导师们 却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你们所展现的 都是所谓道德犯罪的问题 丝毫没有弹清 她也不是道德犯罪 她的出发点是 不管出发点不出发点 你看出现了问题吧 原来她不光是在说 没事没事 你心里也是这样想 你居然为她辩护 所以说出现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 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我们的家人 发现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亲朋好友 在触碰一些道德的底线 我们的这些家人为了遮羞 我们选择了两种方式 第一 把自己先摘出来 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她 你有问题 然后实在当这件事情 已经暴露出来了 当第三者 外人在指责她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为了雇自己的面子 又为她辩解说 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都算你们这些人 弄出来的 如果早一步支持 有第一步的预防 就不会闹到今天 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犀利地指出了两人之间 存在的问题 和应该改变的问题 于是两人只好 在这种指责下 默默地低下了头 然而不管导师怎么训斥 最终的选择权 还是在两位年轻人的手里 对不起老师 我其实我想做的事 其实都想为了咱俩以后 过得好一点 我没太在意什么 如果现在听平安老师 说的这些话 我确实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 我跟你平平安安的 好好的过一辈子 请你原谅我 我不想分手 真的有的时候 我真的不希望 你用这种方式 去给我这么更好的生活 我只希望 跟你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如果你真的是能改 我就希望 我真的希望 你真的能改掉这些毛病 我一定改 真的不希望 你活在这样子 我保证改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们再考虑考虑 现场 小凯经过各位导师们的一众指责过后 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她便在现场对着盈盈进行了保证 保证自己一定会改掉这些坏毛病 然而此时的盈盈却有了更多的思量 所以便先行离开了现场 拒绝了男友的求和 其实 在本期视频中 小凯似乎把节俭和抠门的含义给弄错了 因为抠门指的是手里有钱 但是该买的东西不买 该花的钱不愿意换 而且不光自己省钱 也希望能从别人身上多省一点 或者只抠别人不抠自己 而节俭指的是不管手里有钱没钱 只要是不该买的东西不买 不该花的钱不花 自己省吃俭用 却不抠别人 男人会节俭当然是件好事 那说明他会是个持家的好男人 但是如果是抠门了 那么小编还是建议各位女性另请告明吧 毕竟抠门男士是是抠门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互动留言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